三昧水灿不可思议啊 所以可以扭转一切 所以慈悲三昧水灿里面说 经中所言夜暴致死 这个夜暴来的不是你躲在空中 躲在海中 不是你躲在山里面石头里面 不管你躲在哪里 那不可能脱离不受暴的 那怎么样可以不受暴呢 唯有忏悔力乃能得除灭 所以各位你碰到痛苦来了 跪下来 那么阿弥陀佛我忏悔 可以 你碰到夜暂来了 痛苦来了 逆境来了 你不要再怪老公啊 怪你的儿子啊 怪外界的一切 跪下来 那么大怨地藏王菩萨 我忏悔 然后呢 这个忏悔力量 就可以让你超越 所以佛法最大的快乐 一切怪自己 不会怪别人 那你这样就不会犹豫症了 那怪自己 这个夜 夜最大的力量 就是可以忏除掉了 夜暴的本体也是空性 也没什么好在乎的 所以 何以自然 四体还阴五衰向陷 一皇大帝啊 这么大的福报 五衰向陷 恐惧 窃心 窃心 归城三宝 那个时候恐惧啦 就这样诚心的来归一 五相即免得炎天年 五衰向不见了 还升更高的天 做更大的大地 所以忏悔力量 不可思议 那后面又写了更多啦 请翻到十二页 礼佛的功德 每一个佛 具足所有的功德 那你去礼佛 这个功德就加持你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如来 有信 有戒 有文 有慧 有善色成就 包括向好庄严 四顾成就五功德 所以 以五四因缘 礼如来者 当然你相信 如来有这些功德 那这个功德 好像就转在你身上 成就五功德 所以第一个 端正 第二个 声音好 第三个 多饶财宝 第四个 生长者家 五 生坏命中 生善处 乃是生天上 所以各位 每一尊佛像 现在你看这个 电脑刷出来 装不装严啊 你就贴在你家客厅就好了 佛像越大 每天就念了 地藏菩萨的赞 来我们一起念一下 看得见吗 念一下来 地藏菩萨妙兰伦 画现金融 处处分 地藏王菩萨画现在每个地方 再来 三图六道 文妙法 四身十类 蒙慈恩 你念地藏菩萨 送地藏经 看地藏菩萨 像的时候 三图六道 四身十类 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来这一边 明珠照彻天堂路 那你一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地藏王菩萨 着手这个夜明珠啊 把地狱都打开了 让黑暗的 幽民界的 都可以看到 往生 天上极乐世界 惊喜正开地狱门 地藏王菩萨 这个中道十相 这里面代表法的实践 三法印 四身体 八正道 十二因缘 这样子的法的实践 戒律 可以把最深的 无间地狱都给打破 所以当你念到的时候 你要这样去实践 观想 再来累劫亲因蒙接吟 我们累劫累世的父母亲 六亲建属 往生者 就可以得到超度 九连台半 李慈尊 九连台是呢 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脱离了第一道 六道轮回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礼拜阿弥陀佛 花开见佛 勿无声 那整个地藏菩萨的精神 都在里面 所以你念的时候 你的念头就变成地藏菩萨 看地藏像 礼拜地藏菩萨 称赞地藏王菩萨 供养地藏王菩萨 那这些功德 都会变成在你身上 然后你再回向给众生 念给众生 那这些功德又在众生身上 所以各位呢 礼佛 拜佛 念佛 持咒 诵经 部分是哪一样 因为三宝是无上福田 这个世界 再讲一次 千万不要 以自己的力量 小小的力量 要去改变世界 甚至有些人去祝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我厉不厉害 有超多吗 哇 吹个啊 他只是想要表现自己 念得很好 那没用 眼睛闭起来 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佛号的加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不用打开了 他保证往生净土了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佛力的不可思议 所以第二 大家念一下 这一段非常重要 谱贤观金云 若有昼夜六时 礼十方佛 诵大圣经 思第一亿 圣身空乏 一谈之情 除去百万亿阿森奇节 生死之罪 行此法者 真是佛子 从诸佛身 十方诸佛 及诸菩萨 为其和尚 世民俱足 菩萨戒责 不需结膜 自然成就 应受一切 人天供养 整部谱贤观金 各位最好 很短 都看一下 但这里面这个重点 如果有人 白天三次 晚上三次 学弥勒菩萨将 礼拜十方佛 拜完以后呢 诵大圣经 般若心经 怀言经 都可以地藏经 思维第一亿体 真正的佛心是什么 所以真正地藏的心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 不离空性的大悲心 这样去思维 圣身空法 一坛之间 金光明晶 空瓶 然后呢 你能够从缘起 缘起 这个因缘关系 缘起 看到它的真正的 本体空隙 这个缘起圣身 这个圣身的空法 你能够看到 去思维它 所以 哪怕 一短短的时间 就可以除去百万亿 阿僧奇劫生死之罪 如果能够这样做了 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 佛的儿子 是从佛的心生出来的 所以各位这里面重点 礼拜十方佛 读诵大乘经典 思维第一体 了解圣身空性 找到你的自信 找到佛性 那这样是真正的 佛的儿子 你是佛的心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十方诸佛 及诸菩萨 做你的和尚 是名聚足菩萨介责 不需结磨自然成就 你只要这样去做 不需要有人跟你证明 而且当下你代表佛 应受一切人天供养 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 礼佛诵经 思维空性 大乘佛教 要劳实去做 所以我那时候 我刚出家 我的梯度和尚 不是梯度和尚 这个 结磨和尚 慧天长老 帮我 就是说 做我们教授结模 他每天 两点半起床 起来拜华严经 思维华严经 我那个功德太大了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真话这样的说 哎呀 慧天长老是为你们啊 这些 刚出家了 大家读佛学院 如果慧天长老 以这样最最大的功德 为所有的学生 这样来礼佛 拜为思维空性 消除无量业障 让大家能够安心的修行 这个叫老实修行者 但是我发觉 同样的 但是年轻人 知识分子 就不想这么做了 不用拜 我直接看经典就好了 我就直接来研究研究 高高低低的 他不像老和尚 一字一败 好好思维 进入佛的圣神为妙 也进入自己的 把这个佛的这个教法 进入他内心里面 成为他的生命的整体 这里面没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得到了无量的功德 所以各位我想 如果有机会啊 每一部经典论 你都要好好好好的 去看它 去了解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请翻到十六页 但是希望大家 全部把它读完 供佛的功德 年载一 阿彼坛甘露未经说 不时畜生可得百事福 不时不善人 可得千事福 不时善人 可得万事福 不时离恶欲凡夫 可得千万事福 不时得到圣人 可得无数事福 不时诸佛菩萨 其福报无尽 为佛能知 十一十方诸佛 是第一福田 供养诸佛菩萨 功得最胜 所以各位常听我说 百千万亿黄金 做世间不时 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第一福田 当然如果能够用菩提心 来做之前的布施 布施给畜生到 光以世间的想法 布施给畜生到 就可以得一百世的福报 一般人想说 布施穷人就好 但是佛陀倒过来讲 穷人大家都会布施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谁会给那些 老鹰 鱼 秃鹰 老鼠 蟑螂吃 这些野生动物 甚至我们现在都有护生园 那边有牛 羊 那各位可以去布施 饲料给他们 布施给畜生到 各位家里前后面 一定一大堆蚂蚁 你随时都可以修这个百世福 第二个 佛会提醒我 布施不善的人 一般我们都布施个好人 谁要布施给坏人 因为坏人大家讨厌 但佛越坏的 你要对他越好 才可以感化他 因为佛教的悲心 所以布施不善的人 可得千世福报 布施给善人万世福报 所以不要分 善不善 他现在需要饭 需要衣服 我们都给他 布施离恶欲凡夫 就像各位今天 是离恶欲凡夫 今天所包吻在这 没有不好的欲望 对不对 大家还过午不时 所以 那中午有人供灾 等一下供水啊 可得千万世福报 那布施得道圣人 出果 二果 三果 阿罗汉果 甚至发菩提金 那不可思议了 可得无数世福报 所以今天我们供养 色拉茄 平等心供养所有生茄 那后面最主要告诉我们 何况布施诸佛菩萨 所以各位在家里贴一张观音菩萨 贴一张地藏王菩萨 或贴一张诸佛菩萨的像 甚至现在很简单 你在手机里面存档了 那哪里就拜一下吧 手机打开 影像就出来了 供养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更简单 电视打开 参加法会 自己在前面供养水啊 现在微信更方便 啵啵啵 一百块就布施来了 他也要参加共生法会 等等 第二 八种供养 水水花香灯土果月 在佛前供养 所以各位在家里供八杯水 代表水水花香灯土果月 或是真实的八种形象 显现出来 那有各种功德 再来请大家翻到二十二页 中午我们供养了色拉茄啊 他们最大的开销 就是一天要吃三餐啊 所以各位只要到市面有机会啊 我们经常在缅甸供养 今年他们特别开发 要到柬埔赛 听说柬埔赛也很穷啊 然后我们就负责共米啊 米啊 因为他们活学一两千人 一两千人共米啊 所以 所以 所以